将来这个资料库 SQL 的话这个 S 实际上就是 结构性的 Q 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 query query 就是查询 L 的话就是 language 所以其实他这意思是什么 结构性的查询语言 意思是说 以后我把资料放到资料库里面 也可以用一个 SQL 语言 然后我把它查出来也可以用 SQL 语言 也就是可以用这个 SQL 语言跟那个资料库对话 OK 前提就是有结构性的 那怎么会有结构性呢 因为我们放资料 之前的话需要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栏位的分割 哪一栏放什么哪一栏放什么 让它有结构性 这一点的话呢 其实跟档案差距就蛮大 因为档案基本上没什么结构性 放进去就是一个档案 那如果你要抓什么样的资料 那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你要怎么去 抓到它的特征 所以像刚刚我们是有取巧 就是放两个 换行 那个 那个结构是我们偷偷放进去的 它本身是没有的 OK 可是呢如果你今天把资料是放资料库 就不用那么麻烦 你放的时候 你就把它分开来放嘛 以后你要抓怎么抓 你也可以按照一个某个条件 因为它有个query 查询的条件 有点像是 如果你没用过Excel里面的筛选 其实那个筛选 其实就等于 这个资料库里面的那个什么 查询 OK 概念基本上是雷同的 只是说啦 我觉得Excel里面的筛选 应该大家会 比较能够理解 应该有用过筛选 其实我后来发现 这个根本就是跟资料库 是 应该是异曲同工之妙的东西啦 OK所以有的时候 比较脱软的时候就把东西放在Excel然后筛选一下 其实那也OK啦如果资料不多的话 但如果资料多重复性高的话 那你势必还是要撰写对应的程式 OK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 如何 所以我们今天 至少 要能够学会几点 第一个 如何建立资料库 第二个 建立资料表跟栏位 资料表 栏位 OK 第三个呢把资料放进去 OK 那放进去之后再把它 读出来嘛 放进去读出来 大概就这样子 那基本上 这个在 资料的使用上面这个应该算是最常见的 那也许我们待会又练习用那个 会员资料 或者甚至你也可以把刚刚的那个25个 这个全水鱿鱼地址的资料 全部也把它变资料库 网络上有蛮多东西 反正 只要 后面练习的话都可以拿来做 那怎么做 首先我们把刚刚讲的这个 这个范本拿来用 这个范本的话 其实主要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 我刚提过 如何建立资料 首先的话 一样 因为我们要建资料库必须 仰赖一个模组 就是叫 SQL line 版本是3 那SQL line3这个模组里面 主要有几个 这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的话呢 就是什么 点connect connect的话 意思就是 白话意思 应该是连结啦 可是实际上 它其实 蛮妙的 它这个连结意思说 如果说 资料库假如说是不存在的话 那我会帮你建一个资料库 叫做 Cursor 01 副档名叫.db OK也就是它建的资料库 其实就等同是 一个档案 OK 一个档案 OK 副档名叫.db OK 那 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那如果这个档案已经存在的话呢 它其实 会自动帮你开起来 也就是说它这里面不用逻辑判断 像以前我用过的其他程式语言很麻烦 你还做逻辑判断 判断这个档案是否存在 如果不存在你要先建好 然后再连线 那现在不用 现在还蛮聪明 我觉得这现在程式真的是 还蛮友善的 只要connet就好了 connet反正不管 它会帮你判断 如果 这个档案已经存在了 它就连结 如果不存在 它帮你建立 而且不需要写任何东西 第一个 所以也就是你写这一个 这一行的话 就是已经帮你建了一个 所谓的 资料库 然后呢 前面的话 增加一个什么con 这个是一个什么 资料库物件 也就是说呢 我们把这个资料库 虚拟成一个这个物件名称 叫con 这资料库的物件 然后呢 资料库物件里面有个方法 叫科色 科色的话白话意思应该是游标 就滑鼠游标 但实际上这边应该是指的是资料表 物件 资料表 OK所以特别注意 点科色的话你可以 把它想象成就是说 它去开那个资料库 然后为了我要存取那个资料库的话 那我必须在里面 再增加一个所谓的资料表物件 叫科色 所以这个叫资料表物件 所以原理有点像 反正我就是先连到它 先连到一个资料库 这个资料库里面可能很多个资料表 那我可以再去抓我要的那个资料表出来 我要做后续的应用 OK 所以资料库 资料表 再来的话呢 当然呢 假设我们是第一次执行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嘛 所以呢我就会需要什么 建立一个什么 资料表 名称叫Table01 所以 如果要建立 其实语法蛮简单的 这个 固定的语法 所以SQL语法里面有个语法叫 CreateTable 这语法固定而且是相通 不一定是SQL 其他的资料库也相通的 比如你买SQL Oracle 或者是SQL Server 等等的都相通 后面加一个叙述 if not exist 什么意思 如果不存在的话 所以 假如说这个资料表已经存在 那就直接开起来 所以道理跟上面考那一样 但如果说呢 他 不存在 就是不存在的话 帮我建立 可是如果已经存在就帮我开起来就好 OK 道理是一样 那 假如设是不存在的话 那请你在里面 其实这个 这个换行符号 其实可以 把它串在后面好了 本来应该 长这样 就是 里面的话帮我建两个栏位 一个栏位 叫做 Number Mum 这个是栏位名称 后面的话呢 它的形态 我刚刚讲过啦 因为这个地方为了拖栏 所以栏位名称全部 都用Texter 但是你将来可不可以改 可以啊 你可以改Int 因为编号一般还是数字 为主啦 OK 你用Texter缺点是效率很差 但优点是 很简单 懒人法 OK 所以以后啦 假设啦你 实在是不想记太多 你用Texter啦 可以Run 可以Run啦 但效率比较差 除非说你有100万笔以上的资料 不然你其实说真的 感觉不太出来 因为资料量要够大 才会感觉到慢 所以有时候 我跟 可能说 这个会慢 我说老师 可是我从 我怎么改 他从来也不会觉得慢 因为现在电脑在跑太快了 以前会觉得慢的东西 慢慢你都感觉到其实已经不是那么重要 所以反而我觉得 好记比较重要 我觉得 所以慢慢你会发现 我有些地方都改得很简单 因为我觉得你们好记好吸收好应用 好像比 你那个效率这件事情来得更重要 对 为了那一点点万分之一秒的事情 在那边计较那么多 好像不是那么重要 OK 所以我是这样的原则 那底下的话 特别说 这个 这个叙述 意思是说我要跟那个资料库讲 你帮我建一个 资料库如果不存在的话 建两个栏位 那底下的话 就是有点像 上面是讲 下面是传送 所以底下的话有个什么 利用哪一个呢 资料表物件 这个资料表物件 里面的话有个方法 叫点isq isq就是说 帮我沟通 帮我把 刚刚那个讯息 传给资料库 跟他讲说 我需要 我有这种需求 我要建一个资料表 里面有两个栏位 一个叫number 一个叫tl 两个栏位 OK 所以 这个底下这一行是 帮我做这一件 执行 isq 执行上面这个叙述 当然 其实 你想说 这个 好像有点 可不可以再更简化可以啦 怎么简化 可以把这个 这个 这一串 直接就丢到这里啦 然后上面这一行都不用了 这样也可以一行嘛 就是 cursor.q 然后这个叙述 那问题好像感觉太长了 所以我把它拆成两行 来叙述 习惯上是这样子 有没有 就是 先建好那个sq 语法 然后再去执行 所以通常会是这样喔 但未来你想说老师我要一行 没关系你可以写在里面 可以省掉一行 所以我们已经建了资料表 再来的话呢 我要建一笔记录进去的话 这里的话你可以再 加 第二个叙述 所以你会发现 第二个叙述是 我要新增一笔资料进去 什么 所以 语法一定是 insert into 特别注意喔 那你会发现上面 因为我增加了一个 叫table01的一个资料表 两个栏位嘛 一个栏位 两个栏位 OK 所以呢 我就跟他讲说 insert into 到这个table喔 因为他已经建了嘛 然后呢 values values 放两个资料 OK 一个资料是1 一个资料是这个电话 OK 所以你会发现 我把它执行了 他的资料就放进去了 所以一个萝卜有坑 放进去 这个放进去 OK 然后呢 commiss就确认 然后最后的话 连线把它关掉 这个有点像是 刚刚的f 物件 f 物件不是开档 如果你没有关的话呢 它会一直 出现那个错误讯息嘛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也就是要从那个 记忆体当中 把这个资料库物件给释放掉 OK 你们可以把这个当犯本 以后的话 可以拿这个当 一个参考 OK 那我们来run一下 各位看 基本上 做完之后的话 run一下 OK 知新一下 那 各位可以看一下有什么改变 知新 这个时候 其实理论上应该底下在print 资料新增成功 不然的话好像感觉没有互动 所以你底下可以自己再加一下 不加也没关系啦 反正就是 这个什么 写入成功之类的 可以这样 好 那我们刚刚写了一笔 请你自己改一下程式 把这个1改成2好了 然后把这个电话号码 改一下 随便改没关系啦 反正就是改个号码 然后执行一下 第2笔 然后这个第2笔 写入成功了 OK 再来就第3笔 3笔的话就是再把它改成 编号3 然后电话呢 随便再改一下 好再执行 也就是说呢 我们试着 3笔资料看看 这没用 好 OK 好那我们已经写入了3笔 那我怎么知道说 我这个 这个资料到底有没有写入成功 所以 再来的话 我们 可以再 开启 我们 这个模组的根目录 我记得好像我们前面有 找到我们的根目录是放哪里呢 C底底下 我记得我是放在C底下的一个 Python的底线 Python的2021 那打开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 刚刚我建了一个什么呢 Cursor01.db 有没有 它在哪里呢 你会发现 在 这个嘛 好不好 因为我 第一次执行它没有嘛 所以它就帮我什么 建了一个 在这里 有没有 所以资料库就建起来 第2个的话呢 看我们直接讲 老师那我想看里面的东西 所以你把它点两下 打开来 如果你是用哪个应用程式 不过你会发现 假设我用记事本开的话 它其实是可以开起来 但是里面会是什么 乱码 有没有东西 有啦 可是是乱码 那也就是有点像是那个 SS一样 如果你那个 假设你用SS 开你里面没有装SS的话 那它也是 会是乱码 因为它是一个 这个binary 二进卫的一个档案 所以呢 如果我要开它的话 我是建议各位可以 从那个云端 上面 找一个 所谓的那个什么 补充资料 记得我是把 另外 放了一个 免安装的一个 程式 这个程式的话 是专门开资料库的 在哪 记得在那个什么 我们外面这边 云端版本 旁边这边有个 零四 这个补充资料 补充资料里面的话 有一个叫 SQLite Browser 顾名思义啦 你把它下载 然后解压缩 解压缩 至此就可以了 解压缩下载 因为它是VIP档 然后你把它解出来 我印象中 我好像已经有把它 下载下来了 它好像是在 在这里 我把它下载下来 解压缩之后 里面的话会有一个 执行程式 你可以把它点两架 打开来 这边好像有开过 如果你要开档的话 你就直接拿这个程式去开就可以了 我用开启旧档 所以SQLite Browser把它打开 然后找到我们的那个 C碟底下 刚刚建的那个目录底下 C碟底下的那个 我是放在那个 Python 2020 2021这个 那你就把这个 Cursor01.db 点两下 打开 那你会发现 打开之后呢 第一个你可以看到 他就把这个资料库 帮你 打开之后 直接帮你把资料表 列在这里 那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你可以 再有个加号 打开 这个资料表 资料库里面呢 有 一个资料表 有没有 叫Table01 里面的话呢有两个栏位 两个Field 有没有一个叫Lumber 一个叫TL 然后Type的话就Tex 那如果你想知道里面的 甚至它里面schema 有没有 这边的话连那个SQL语法都放在这里 那如果你想知道我刚刚执行 因为我刚好执行三次 有 有1、2、3 那我想知道资料有没有写进来啊 你可以直接看一个Browse data 有没有看到 1 2 3 不过好像有一次多执行 这边你会发现 1有两笔 OK 那当然你要把这个资料删除它好像有支援 这个Delete Recall 有没有 比如这笔要删的话 这边有一个Delete Delete好像可以把它删掉 有没有 可以删 可以新增 也可以手动新增 OK 所以呢 你可以透过这个SQL Torline Browser 看到你刚刚写进来的资料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第1个 如何 建立 这个 资料库 并且建立一个资料表 然后把资料写进来 当然 我这边的话 程式我是没有写成活的 理论上应该是 你执行的时候可以用input input 请输入什么 请输入编号 请输入电话 有没有 然后 你可以让它 跑一个回圈 甚至跑几次 跑三次好了 那可以改了 不过我是觉得这个地方 我这边暂时先用 修改程式的方式来run 所以第1个 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那个 这个地方程式执行 那执行完之后的话 再利用那个云端上面的 补充资料里面有个叫SQLite Browser 这个程式 然后把它再用开启旧档 找到那个我们根目录底下会有个叫cursor01.db的程式 试试看